我想啊 江县空闲的门市房做念佛堂 一个句子告诉我 办念佛堂不是那么容易 必须有道理才行 我只有愿力没有道理 请老话词开始 愿力和道理是一是二 怎么做 有愿力就行 有道理 当然你能够成就自己 也能成就众生 可是 道理是从愿力里面培养出来的 所以 愿非常重要 努力把我们的愿望 通常佛法里面 讲愿力都以四红十愿做代表 第一个 我们帮助一切众生 现在众生很苦啊 全世界都苦啊 苦在哪里呢 苦在没有接受过身前的教语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 不懂事 不知道怎样做人 不知道怎样做事 苦在这个地方啊 那我们有心的修复 就是接受佛陀的教语 这个佛教里面的内容 太丰富了 绝不是我们一生能够学得了的 这个要知道 就好像学校读书一样 大学科学很多 你能不能把所有科学都念完了 不可能 那我们再选择一个科学 一个科学念四年就毕业了 那随佛法有十个宗 那十个宗呢 就好像十个学院 宗底下有派 那个派就等于派系嘛 我们选择一个学习 一门深入 宣定之后 一生不要改变 你才会有成功 要常常换的话 你的学院念说毕不了业 今天这个学习好 明天那个也不错 大概念到一半年里都毕不了业 一个学习嘛 学四年了 十个学习就四十年了 二十个学习就八十年了 三十个学习就一百二十年了 你没有那么大年岁啊 你毕不了业 一个学习四年毕业 道理就是一样的嘛 那个世间学问呢 这个学习就各行如各山了 你这个学习念得很好 那个学习你没学过你就不懂啊 但是佛法不一样 佛法一届是多 多届是你 这一门通了 一切都通了 这很不可思议 所以你要想走接近 怎么样能快速成就一门神 金总是最方便的 金点最少 这是五金一论 是五金一论的六样东西还太多了 我在这六样东西里面选择一样 一生当中专攻行不行呢 一样成就 每一样东西都能够学到一心不乱 心不天道 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 是禅定啊 心不天道是薄弱智慧 所以戒定慧三学都在其中 哪有不成就的呢 那么有这个缘分 自己念佛堂不管大小 能大呢 多容易一些人 少呢 人少一点 而应光大师过去 常常开导啊 劝人到场不要太大 在一起共修啊 以二十个人为原则 老法师说这个话好啊 我们越想越是道理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 二十个人在一块共修 像我们这么大的场所就很好了 不咋 你们有二十个志同到后的 你们也可以找个地方的时候 做一个小念佛堂 真正转学 兴无二有 大家在一起互相勉励 一中抗中 没有不成就 人多了 人多就复杂 这个闲话就多 功夫很难得了 看这个不顺年 看那个喜欢 你动心嘛 那么我知道现在这个 在中国 这个东天沃山 这是杭州 临安那个地方 他们听说有五六个人在一起共修 他有三个念佛堂 他的方法很好 不准说话 每一个人带个牌子 只认语 这个好啊 不说话了 就没有是非了 严格点执行 你敬念佛堂之后 不可以说话 平常的时候 他是修行的时间长 每一天有八个小时 听经 他那边放这个 放这个落相的光点 听讲经 大概有十几个小时念佛 所以你就没有 没什么空间时间 累了吗 只有休息的事情 所以这个管理的很好 这个就很如法 所以不说话好啊 所有一些麻烦呢 都是因日太多 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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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多对